你要不要知道为什么荷尔蒙失调呢? 嗨,大家好,我是Dr. Rebecca 那天我遇到一个病人 他就告诉我他有多囊卵巢综合针 就是BCOS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相信你应该是常常这样这样这样做 他讲,你怎么知道 我是讲什么呢 我是说你应该是有 就是用那个水瓶 或者有plastic的东西在你的家里常常用 是吗?我好讲,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原来在已经十年了 十年左右天天喝这个矿泉水 用这种没有这个plastic来喝矿泉水 天天,一天喝大概六瓶 那么经过了十年之后 他得到了这个病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多囊卵巢综合针 这个是荷尔蒙失调的 除了这个荷尔蒙失调 其实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一些塑料的东西 塑胶的东西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这一些塑料 里面的一些成分是已经被证实有问题的 其中一个就是双分A 就是BBA 所以这一个也是能够造成身体各样的失调 尤其是荷尔蒙失调 因为它非常像我们身体里面的什么 Eastrogen就是磁剂素 我们都知道嘛 那个荷尔蒙有问题的 比如说其中一个 因为荷尔蒙有引起的乳癌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前列些癌 或者是这个荷尔蒙失调的各样的问题 包括肥胖 包括各样的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荷尔蒙干老鼠 那么它来自哪里呢 最严重的就是来自plastic 就是来自塑料的东西 所以你看这些塑料的东西 你有用嘛 它们尤其严重的就是 当你用这一些来装 那些有油的东西 油油的 只要你装这油油的呢 这一些东西 这一些致癌物 或者这一些荷尔蒙干老鼠 就会进到我们的食物里面 它就会被吸进去 那我们就吃进去 所以它是危险的 而且呢 还有一个 或者你放在高温里面 比如说很简单 这个所喝的这个plastic水瓶 常常放在车里面 那就这样来喝 这是危险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其实一定要在这方面 好好的去看 我们家里有没有这个东西 有没有这个plastic 所用的来装这一些 还有装那些烧的啦 还有酸的也是不好 它会引起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健康为什么会有问题 都是因为生活里面的无知 不知道所引起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 而且还有很多人做什么 我发现到他们喜欢打包食物 你看他们所打包的这些食物 里面都是油油的 不是放面啦 放米粉啦 油油的这一些 或者放任何一种 这一些呢 是很危险的 因为是个所谓的这个致癌物 或者放门钢老素 会进到里面 那么我们就每一天吃这个东西 所以今天 人生病不是没有原因的 都吃到太多的plastic 在身体里面 而且这些会干扰身体的整个系统 引起什么失调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所以这个呢 我还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那一些可以的话 我们尽量不要用plastic 如果你真的要用 可能有一种是plastic 号码是5的 这个还好一点点 为什么呢 这个5号有一点点是因为 它比较耐高温 但是如果可以避免 是更好 而且呢 另一点呢 就是尽量用玻璃来代替 还有呢 更重要的 那些已经吃进去了 怎么办 已经吃进去了 所以荷尔蒙干扰的问题 或者有 乳癌肤症 有各种的荷尔蒙失调的问题 怎么办 一定要细胞解毒 给细胞足够的营养解毒 来解掉 已经在里面的 把它解出来 然后呢 把它排出来 然后修复这个细胞 让它重新的恢复健康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做的 希望这个能够帮到你 也希望你share给你的朋友 因为太多人今天太危险 就是因为他们无知 因此而灭亡 我希望这个帮到你 好了 我是Dr.Belka Dr.Belka 我们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